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详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市议员 我们的异作带大家来关心我们既有的未来 包括了城市博软会 包括了我们的交通问题 包括了我们的电力能源 那请听地方的声音才能得到最好的民意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来自暖暖区的市议员 我们的联安点联异作 小军以及我们电视观众大家好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来自我们安乐区的市议员 我们的秦真请一座 主持人小军好 还有我们连议员还有我们蓝议员 大家好 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大家好 请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 我们的蓝敏黄蓝一座 主持人连议员 请一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座好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距离我们的城市博览会有一个月 议员们在临时会上就提出了 到现在没有看到市府对 陈伯的一些计划 所以我们连恩典在议会上就提出了看法 我们快来看看 四点要跟我们市政府来做一个了解 建议 第一个 我记得我们这个市博会的时候 在前年的时候就叫做是在去年就要办 那后来因为疫情就延到今年 那在前年的时候 如果没有记错 在每一次 不管是一些活动 我在区里面 有一些的发展协会 或者是里领导的会议里面 都会宣导 我们要这个城博会要开始的 然后希望在各个的社团 然后都能够这个动员 我们的志工能够来参与 那在去年的疫情 因为又接着又来 那后来这一个讯息就衰减了很多 那在这里等一下请 如果有机会请市长报告 是目前我们基隆市 在这次城博会 这些的志工是哪个单位来负责 那目前的调度的还是动员的 还是我们里面有这些的志工训练的 已经有大概多少人能够参与这些 这是第一项 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 我们这个厕所的方面 那我们特别刚刚有看到很多处 有三个处也特别提出 提到我们的厕所要必须要加强增设 那我们刚刚陈明娟议员也特别提到 其实不是在我们这个城博会的时候 必须要 当然是要人流量增加的时候 厕所必须要增加 那在普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有参加我们的社区 到了各个景点去 那现在我发觉很多的景点 他们就非常的直接用一个大概20尺的货柜 里面整理一下 那里面就大概男生有大概五六个 女生大概也是有五六个 那就可以弄成一间 那如果我知道这个货柜这样做 是不是在法令上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困难的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借着这样的 特别是在我们公共的地域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的观光区或哪里 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自治条例来给他做一个整理 让他以后这一种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不要到了每次我们就是因为的厕所 就是因为建造的关系又什么 然后都没办法去推动 这时候我们请这个市长 也可以来做一个调整 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提到 这个我们刚刚大家所最担心的 就是我们的交通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在之前台中前几年 他们有开过那个发泊会 其实我们也有去参加 就跟着社区一起去 那我们都是坐游染车去 游染车去的时候 他游染车绝对不会直接到现场 他一定是也到外面一个停泊以后 然后由这个大众接驳的 把我们接驳进去 那我在这里就顺便提到我们228 我们这个市区里面 为什么塞到这个车 塞到爆 然后大家抱怨连连 其实我们刚刚同志委 这个我们同仁有讲到 其实就是那些车子就在那边路上 一直转一直转 根本也进不去也停不了 那车子流量越来越多 那只能越晒越厉害 那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建议 是不是或许我们目前 其实目前基隆 也找不到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能够让一些车能够停放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是不是跟基隆港务局 在这一个期间当中 如果没有用到的话 是不是能够借我们 车子进来直接到那里 然后所有的车子 在那边用接驳车的方式 可以再运到各个 我们所需要参观的地点 这是以上的建议 然后另外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有关像我们暖暖 这个七堵或者安乐区 他们要进入这些的 那个展览馆的时候 是ABCK这几个点 特别A还好 那这个BCK 这都必须要两段的接驳 那是不是在那边 也这些这个几个区 需要两段车 能够再转车再过去的 那也设计 是不是一段车 就能够过去 然后让这一些的地方 也不用省着 我们这些的车 我们这些人 等的时间 或者是我们的车辆 又停在马路的时间 这是我以上的建议 的确 就是城市博览会 即将再集 这配套措施足不足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尤其是228廉价的大塞城 你知道吗 就民众就上网直接 Po 说这个 那时候从爱二路 开了30分钟 才到人五路 然后信一路上是直接 人一路上是 信一路车潮 直接回堵到东西路 让大家都非常的傻眼 所以车潮 车流交通 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我们就赶快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 永恒点连一座 好 各位好朋友 我们刚刚有 主持人有说到 我们在228的时候 碰到那种塞车的状况 我刚刚在这个我们 理事会的时候 我有提到 为什么会这样塞 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 外建议的车子进来以后 它因为车流量很多 没有办法直接进 信二路的这个 停车场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现场 我那时候正在跑塌 结果它的所有的车 凡胜爱的路段 爱一爱二爱三 它绝对不让你右转 它弄到最后 东信路那边去 然后再转到 信一路那边再绕回来 绕回来以后 一到了停车场 又进不去 它又嗶嗶又往里从外面 再绕一圈 那你说 你说这个车流量 这个马路上能够 容纳多少车 高速公路车一直陆陆续续进来 这边又进不去 那那个大家都要来庙口 这个买东西什么 停在那边吃饭 最少也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所以根本车子 没有办法替换 那所以在那边 那天严重到 连摩托车都很困难 红灯等了 过了一下 怎么红灯又亮了 都不能动 所以这次的经验 我想这次对我们这个 陈伯会有很好的警惕 特别是那天在我们临时会的时候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同仁 都提到这点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厕所的部分 厕所部分 那我刚刚有说到 这个像外线式的 我们去玩 这个像这种的厕所 他就很简单的 这个用这个货柜 然后稍微再改装 里面改装 不是外面 他也不会占太大的地方 然后外面美化一下 你看这个不是 两个货柜 就可以解决男生的 男生我给他算了一下 最少有十八个位置 然后女生 大概也是有 大概十八个位置 所以这样子来讲 这个货柜 我也建议我们市政府 是不是在重要的时候 你人流很多的时候 我们多准备几个嘛 就上去马上就可以用 而且这个不但是 我们陈伯会也可以用 你就像我们这个常常 我们在这个 有的观光区的时候 临时设不了厕所 因为市政府你要设厕所 你就会想到要建造 要干什么 我想非常多的地方 都是这种问题 你干脆就用这个货柜 来处理一下 那临时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想这个市政府 要必须去考虑 那另外一个刚刚也说到 我们塞车的部分呢 那个是不是 我刚刚说要 特别是在五六六日 我想人潮会特别多 在陈伯会的时候 是不是跟 拜托跟这个港务局商界一下 他那个 他那个这个停码头 非常的宽阔也非常平 只要车 不管哪里 就先到那边 你也不要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展区 都有我们的接驳车 陆陆续续的送出去 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 也希望这次的 陈伯会 不要因为我们这个交通的问题 然后害了这一次的 这次陈伯给外界市的人 有不好的印象 这是我的看法 陈伯会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议员们他们也都其思广益 大家来想想看 还有哪些配套做事没有做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 我们的请真请一做 因为这是海伯 这个陈伯会的一个展演 我想这是我们林市长 他一个市政的八年的一个 成绩的一个检验成果 那其实在这个陈伯会 他当初分了三个展区 因为A展区就是基隆港的这方面 B展区是在正边大楼 这方面的一个区域 西展就是海伯管为中心的一个区域 其实在当初要规划这个陈伯会 交通上是我们大家 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议员同伦 大家会最注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过去的廉假日 或者这个假日时候 我们进入的市区市中心 交通拥塞 是让大家非常的苦恼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想不知道我们市政府 有没有在这个三个产区 有设置所谓的停车区 然后在接驳区域 我想把这个三个区域的车辆分开出来 在宣传上把AVC三个展区的 这个所谓的后车点以及接驳车点 能充分地宣达出去 我想外线市他们的这些市民 来进入参加看这个陈伯会的时候 他必然会考虑他自己 想看哪一个区域 我车在停哪边 然后我们市政府的配套说是 就是在那个停车区域的发分出来之后 必然一定要有借颇车 让他这些外来客的车辆 不要在市区中心在这回转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金融市的市区的中心道路也非常狭窄 从高速公路一下来 唯一的就是孝二路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总义路这个部分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港区的周遭的这种循环的旋转 必然是一个大赛车的状况 所以说在此我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在AVC三个展区 一定要设置非常广域的一个停车空间 以及接驳的这个功能出来 然后充分地在做宣传 我想让外地的这些好朋友来进入参观的话 必然会留下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参观的一个影响 是 交通的问题大家要解决 因为在中正区它有三个展区 两个展区 我们的C展区 B展区跟我们的C展区 那刚好也是我们的蓝敏黄蓝一座 它的负责区 我们要请叫我们的蓝一座 现在其实交通在这个假期当中 是不是要进出都会听到民怨呢 好 谢谢小军 我想陈柏卫将在4月22号到5月2号正式登场 那这个是基隆市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活动 我们总共的预算是3500万 那市政府是预估将有100万的人潮会进来 我想这么多的观光客进来之后 势必对我们基隆市的交通会是一大的考验 那我们这一位比较担心的是刚好228的廉价 第二天基隆市就发生了大塞车 那根据我像交理处要的资料 当天大概也来 28当天来到基隆的人车潮 大概也不过两万人而已 那以我们11天的展期 如果平均一天如果9万人进到基隆 我想我们这个市政府一定要做好 相关的交通计划还有停车空间的规划等等 不然展览期间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民怨 那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让乘客 这个拜信而归 那228当天发生了三个大事情 我这边提醒市政府和市民朋友 第一个就是说当天我们发现 整个庙口还有东岸停车场周遭 几乎都是塞住的水屑不通 那第二个信一路的车流 整个回读到东兴路 再来就是当天总共发生了 22件的小车祸 我想是政府一定要引以为戒 不然这个展览会期间 这么多人进来 类似的事情如果再发生 我相信这个会让整个博览会相行失色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提起 提出来讨论的就是说 中正区是我特别担心的 这次有四个展区 包括ABCK展区 其中BCK都在我们中正区 那B展区是以旧渔会大楼为主 这是旧渔会大楼目前的现况 那么西展区是以海科馆跟朝靖公园为主 我想这几年我们也投入了几十亿的金费 把海科馆建置起来 非常的成功 我相信也会吸引很多人进来 那另外就是K展区主要就是 翔风街的药塞司令部 还有我们中正路的里宅 以及这个校官宿舍 那么这几个展区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把荒卫多年的古蹟 都重新的改造起来的 我相信会是我们基隆寺冠冠冠的一个亮点 相对的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说 我们这次有三个展区都在中正区 那我们很清楚 中正路 翔风街 尤其和平岛的平一路和一路 道路都非常的狭小 那我最担心的就是停车空间不足 以及拆车的问题 那在议会临时会期间 我也提出了几个建议 我这边也再次提出来给市民朋友做个参考 我想交管计划是最重要的 那这次的交管计划 我们可能需要动用大量的议交人员 包括疫情民房 我们都必须动员 在每个景点的周遭 在道路的十字路口 停车空间的位置 一定要有这些议交人员到现场来做服务指挥 才不会造成车流毁堵塞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 我也建议市政府可以考虑 来推动所谓的这个蓝色公路 李靖勇市长的时候 我们就有在小弟码头 推动这个蓝色公路 也就是从小弟码头搭这个渔船 或者是这个观光的小游艇 到正米一港跟巴豆子一港 那如果这几天资政服务来得起的话 应该可以集合 我们现在基隆市大概有二十几艘的海钓船 那我们可以跟他们沟通 请他们来跑这个路线 我相信很有特色 那么也可以大量 来避免人车进入我们 和平岛跟巴豆子 那第三个建议就是接驳公车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源自于这个澳门的观光 我们都知道澳门的话 你只要下机场就有免费的公车 在你到各个景点尤其各个饭店 那这一次我们如果要宣讨 市民朋友观光客 少开车进基隆市 我想接驳公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只规划了几部的 九人座的公车 我觉得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我大胆的建议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次 跟我们基隆市所有的计程车工会来合作 由市政府来做局部的补助 让这些计程车业者能够在这展览期间 能够来做这个免费接驳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改善这个车辆拥挤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我特别要建议市政府就是说 中正区就我所了解 目前像河滨桃地区 有很多管线单位都还在挖 中正路都一样 那我希望在这个展览期间 一定要把这个景点周遭的这些道路的品质养务好 不要到时候坑坑共洞了 就会影响市政府的观战 也影响到我们这个乘客来基隆观光的一个兴趣 是 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看光是交管计划 如果你做的弱实 其实交通就会顺畅 所以这就很需要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艺交来投入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真的很棒 就是蓝色公路 如果开启蓝色公路的话 大家可以从海上来看我们的计划 那又是不一样的风情 那还有就是接驳公车 还有跟计程车合作的方案 其实也可以好好地考虑 因为它可以舒缓所有的那个车流量 而且毕竟在地的才知道车道路怎么走比较快 对 然后再就是管线的单位 这路平很重要 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景观 基隆市就是在这儿 所以我就希望市府可以听到这些声音 让我们基隆市成博会会非常的成功 而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吧 不要丢基隆人的脸 那刚刚说到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交通问题 而说到交通呢 就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基隆捷运 很多人都觉得太棒了 基隆捷运说了三十年 终于拉到我们基隆来了 但是也有地方的民众发出心声说 那以通行的角度思考 可以撑起这样的捷运量吗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联恩典联益 就不知道你对基隆捷运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谢谢我们主持人 我想有关这一次我们基隆捷运也定案了 要到了这个七堵到八堵 那特别是住在基隆的人 他们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捷运没有到基隆 可能是对基隆的这个住民 特别是上班族的人有很大的这个不便 那其实我们在前一次有看到在公事上 他们有做了一个调查 其实这个我们基隆每一天 大概有十一万人 十一万到十万人要出城去上班 搭这个交通工具 那这个铁路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二 那自行开车的大概有三十一 以及我们搭这个大众捷运 大众客运的大概有百分之三十三 那这些人出城的时候 那这些大众捷运有 特别是大众捷运 我们知道基隆有十二个 十二个车次 一零六一 一零六二 一零八八 一零一五五 一一五七九 一八零零 一八零一 一八零二 一八一三 一八一五 二零八八 九零二六 这些都从各路 不管从暖暖 这是都没有在靠近 这个火车站的部分 都很需要这些来 从安乐区 还是从暖暖区 或者是 七堵就离那个火车 就比较近了 我们信义区 或者中山区 中正区等等这些 都必须要靠这一些的 我们这个捷运 这个客运 来把它分散 那真正的捷运 如果到了基隆市里面 那是不是大家 这个民众 出城的人要转车 再到基隆火车站 再搭捷运出去 我想在访问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影片 大部分的人都说不方便 因为他要再转车 坐到火车站 然后火车站 可能要到南港 然后再下 再转 再转这个其他的 到各个上班的地方 就觉得不便 那其实这次捷运 我们能够这样定案 在如果这个 这件事是事实的话 就是不是因为选举的原因 他们开了这个支票 然后如果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捷运的起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捷运 做捷运的开始 他对地方上的帮助 当然有那个效益 这个城市效益 以后才有再加上捷运 再来营运的时候 捷运才不会亏本 那今天如果从这个系纸 这边直接能够接到我们巴渡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虽然到说是到三二年才可以 我们才可以搭得到 但是如果到了巴渡之后 如果有可能我们那时候 从巴渡再往这个大五轮方向 在做支线 或者是不管是中运量或低运量的方式 就像之前用圈圈的方式也可以 那或者到暖暖 或者到这个中山区直接拉过去 那这一些安乐区 这些等等的才有支线的可能性 那如果说今天我想到了基隆的 直接到基隆 第一个可能整个案子再重新评估 是不是又拉了很长的时间 那在我们基隆来讲 这个捷运对我们来讲 更是遥遥遥遥遥遥无期 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但是我们四中五在这段时间短暂 当然对都市计划的更新 不管在七堵 特别是在这次北五堵 我们有很大的一次的都根的这个规模 那要把这些的仓促区 或者是再改变成 可能我们做细子第二个的这个科技园区 那我想这些的结合陆陆续续 对基隆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期待总是有一个开始 开始以后那陆陆续续 才有更其他的发展机会 那这是我对这次捷运的看法 是 总而言之就是赶快做就对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请政一座 对基隆捷运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其实讲这个基隆捷运 不如讲比较明确的就是八堵捷运而已 因为它完全没有到我们基隆市区 也没有办法完全服务到我们基隆整个大区域 比如说安乐 中山 仁爱 中正 信义点区域的 这些区民的一个便利性 你说今天捷运到八堵 那八堵我们做到八堵是不是还要转公车 倒是在那个循环站在转公车 回到自己的区域里面呢 所以说我不知道未来的规划的玄阶上 有没有在八堵方面有开与所有各区域的一个 公车的路线的一个配套措施出来 不然的话这个捷运到八堵 真的以后的自营率真的会不是很乐观的 个人来看不是很乐观 因为大家现在的所谓的客运车的分区发散车辆的这个班次 也非常多 比如说信义区有信义区的2088 那中单机有1579 我们既有安乐区有9026 大家都在这个区域的生活环节 坐着这种所谓的客运车到自己想去的一个台北区的工作区 一定很便利了 假如今天捷运只是到八堵 那不知道我们这些朋友会都为了到了八堵再来转车 然后不去坐那些客运车吗 我想是不可能的 因为最主要交通是要更加一个便利 假设今天你只到八堵 然后到八堵我下了车 没有其他的配套的所谓的客运车 到了我想去我自己的生活区域里面去 我想这个大家不会去选择的 所以在这边我也不是唱衰 说这个八堵捷运好与坏 只是说我们后续 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还有我们地方的所谓的立委代表 要往前走 未来的一个前瞻性的 到基隆区域的路线的规划 这才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 不然的话 你现在只是到八堵 也许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说法而已 但是未来会有往基隆区域里面去走呢 这大家心里有很大一个疑问 曾经很多人讲 为什么不从安乐区 开批一个直接到 从再转到中山区 到基隆所谓的火车滩区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一些规划 当然是个人个人的想法 我希望中央部分 能把这个未来往基隆方向的路线 要开始在着手去做规划做评估 不要说我现在只做到八堵 那以后别人的事情 别人的一个执政者的事情 我想这不是一个 所谓政治人物该负责所做的一个行为 所以再次请证 再次呼吁 希望我们地方的立委 既然八堵到了这个地方 是你们所想的 但是我们基隆所想的 是希望这个全体直接到基隆市区 来扩大我们基隆交通的一个功能 是 基隆捷运呢 其实是我们的中央规划 那相关的款项 然后还有相关的那个交通动线 地方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有地方民意代表 就是去做了这个民调指出 有66%的民众 表示不了解基隆捷运的规划 有55%的民众 是不满意政府的资讯公开度 那接下来对基隆捷运 到底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期待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蓝艺座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基隆争取捷运的计划 已经谈了快20年了 那我个人感触非常的深 那我第一个要强调的 就是捷运的政策 它本身 它必须要有商业考量 另外它本身就是高度 政治化的一个政策 任何一个执政党 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争取基隆捷运 我们从马英九总统任内 就开始争取 当时要推动跟争取的是 明珍细子线延伸到基隆的北无堵 那这个计划 在马英九总统后期 也已经定案了 可是蔡英文总统上来之后 马上又来一个天翻地覆的翻转 改变原油的政策 开始提出 要利用台铁现有的路线 来推动所谓的轻轨 而且号称只要80亿 就能够完成 结果这个计划也跳票了 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又定案 所以要把基隆的轻轨 从轻轨提升到中英量的捷运 那经费就会从80亿提高到425亿 那目前是规划有13个站 那这是这个站包括了八堵 七堵 六堵 百福 北五堵 保长坑 汐子驱公所 汐科 张苏湾 南洋 大桥 南港展覽館还有南港站 那到了南港的时候就可以跟台铁高铁跟板南捷运线接驳 那在南港展覽館的部分也可以接文武縣 目前的规划看起来是不错 不過我是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两任前总统 开记者会保证的政策都跳票了 那行政院长出来开记者会会不会跳票 我们就拭目以待 不過我在这边要很负责任的 来跟基隆市民报告 争取捷运的确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就工程技术面来讲 八堵到基隆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路廊来做场站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一次到位 我相信会让整个计划一拖再拖 甚至遥遥无期 所以我是支持目前分两个阶段来施作 那我们希望南港延伸到八堵之后 这段能够如行政院长所做的 我们希望在2032年 4月能够如期的来统则 我相信可以大大提升北北基的生活 共同缺的一个效能 那我不希望这个政策将来又因为 政治因素来变化 那你这边拜托各位市民朋友 我们不要再逼执政党 一定要把基隆八堵纳入 如果要继续这样推动的话 我相信现有的计划还是会被迫展延 那我想我们乐观其成 我以日本的轨道系统来跟大家做个报告 我相信你有去日本的朋友 你都知道在日本这个自助旅行非常方便 因为全日本大概是全世界 这个轨道系统最复杂也是最方便的 那我个人的今年到了日本之后 你只要搭他们的轨道系统 你几乎可以到达每个城市 每个观光景点去观光 所以这种转程的观念 台湾市民我们基隆市民朋友也要有 只要有这种转程的观念 我相信大家就不会局限于说一定要八堵到基隆 那未来八堵到南港完成之后 八堵到基隆如何改善 我个人是认为我们可以来请这个 基隆市公车将来可以针对基隆八堵 这一段来做来发动这个来推动这个 所谓的免费接驳公车 这样就能够来弥补八堵到基隆 没有捷运的一个遗憾 以上是我对基隆捷运的一个看法跟建议 总之就是赶快做就对了 大家都应景期待 那说到这个交通民生问题 那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民生问题 就是用电了 这一次呢 基隆市议会特别拉到我们的协和电厂去口潮 一块来看看 市议员南敏黄表示 协和电厂要改用天然气取代重油 发电当然好 但是受到乌二战争影响 天然气供应容易受制于人 因此问台电为什么不用核能发电呢 重大全国无疫情的停电 我们都非常的担心确定的问题 第二个我要提醒您怎么回事 十年前 我想能源政策 因为科技的进步 因为地缘政策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你看 恶物现在战争造成石油跟电厂去爆炸 这能源政策全世界都在改变 最新的讯息 大家都知道 平台电也应该知道 核能已经被欧望美国跟德国定义为绿人了 这个你们应该跟我们的执政长讲清楚啊 既然核能已经被全世界政治的绿人 为什么台湾要反对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我提醒警察工程师一件事情 10年前马总统执政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能源政策 是要申告电厂扩大低阻 要派建立马 罚1200万 当时我们基隆是一位 部分党派全力反对 把这个案子挡下来 如果10年前没有挡下来 这1200万就浪费了 我们的780万也破坏掉了 好回到今天 10年过了今天能源政策又改变了 现在要把我们的邪恶电站改为天然气 一样要破坏海洋支援 我们也是反对 那我要提醒林总工程师 我们台湾现在百分之五值的 天然气的人源政策 这个事实上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天然气发电 占国家的政策百分之五值 给他去台湾而已 为什么我们要再硬干 你都是用电的专家 我希望你们要拼着专业 拼着良心 要被政治给林家 谁执政都一样 那都是你说好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 人员政策 天然气的政治都会暂缓 因为俄乌战争 大家可以看看 德国的议会 现在已经重新检讨 要恢复何人了 如果连德国全世界 唯一的配合国家 走到今天 都已经在考虑要恢复何人了 台湾还要这样子难干下去吗 对于这个尴尬的问题 激动市议会议长 蔡旺莲主动跳出来 代打解围表示 这个属于政策面的问题 不是一般台电方面 就可以回答 请留一口饭给他们吧 因为他是业务执行者 他不是政策的 决赤者 帮我拜托人 他老去帮我托人家 的确这个大吹电 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神奇 所以大家都会来讨论 这个没有电的问题 到底要是怎么样来解决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来一点 我想现在全台湾的同胞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湾的 到底会不会缺电 那我们刚刚谈到基隆是要办成博会 我们除了关心交通以外 我相信在办成博会之间 基隆也不能缺电 那我想我在这边要提醒 提供一些新的资料给大家参考 现在因为整个全世界的能源政策 因为全球暖化 还有地缘政治战争的影响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那现在目前最新的全世界对能源的看法 已经有重大的转变 那核人已经被欧盟 美国日本人 我定义为绿人 他是最安全清潔 而且真正能够达到低碳标准的一个能源 那另外再生能源也无法稳定供电 我们从两年前 美国德州这个大停电就知道了 美国的德州 是全世界电网系统最发达 可是因为全球暖化 因为激动 结果造成所有的风力发电 太阳发电都无法运转 加上可能也不能运转 所以说 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角度来看 再生能源 它只能当作被载电力 不能当作激载电力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认清的事实 那台湾我们的蔡总统 要推动所谓的2025的非核家园 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 就是刚好与世界的零碳排是相违背的 那我们目前天然气未来要占50% 那燃气占30% 再生能源占20% 我想这样的能源政策 势必造成台湾未来一定会面临缺电 跳电的危机 那到底会不会缺电 我们用事实来做个分析 第一个 那个台湾到底会不会缺电 我从台北市长柯文哲 谈话里面就可以提出来 柯文哲曾经提出质疑 为什么台北市有21个建案被限电 包括台北的生技园区 台北的花卫产销公司 台北的捷運公司 大巨蛋中华电信 以及专居门戶计划等 总共有台北市提出了21项的重大建设 都有申请用电 结果台电都以无法提供为由拒绝 所以台北市长就早就質疑说 台湾是不是真的缺电 不然台北市这么大的公共建设 为什么会被拒绝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想郭台铭先生在2021年的12月 在核四公投落幕的时候 他就断言说台湾必定面临缺电的危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全台湾从2017年 已经发生了四次的大停电 包括2017年的8月15号 然后再来就是2021年的513大停电 以及517大停电 那最近的就是今年的303大停电 那除了这四次大停电以外 今年光3月份就跳电了11次 包括3月1号新竹跳电 3月2号台南永康 3月3号台南市的永康区 还有台南市的东区 以及3月8号的高雄的钢山 3月11号连桃园机场都停电了 那3月12号台南汐止包括我们基隆 总共有3000多户停电 到了3月13 林口万华也停电了 3月14 15高雄的燕巢也相继的都发生了跳电停电的危机 我想缺电不仅影响到民生经济 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尤其我们是以半導体为主的一个产业 半導体如果一旦缺电的话 是不是对产能造成严重的一个影响 而且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台湾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那我在这边也具体的给政府一个建议 经过一连串的跳电 我们如果不承认它是缺电 但最起码不稳定是事实 那我想我们台电应该 针对全台的便电所以及电瓦 趕快进行所谓的盘点跟更新 另外根据我刚刚有报告 最新的能源概念 核能已经变成绿能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中央政府 要趕快来即刻检讨我们的能源政策 天然气50% 藍煤30% 绿能20%的政策 应该要进行修正的 我想我们应该要重新思考 重启核四的时候 请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 以避免台湾未来会继续发生断电缺电的危机 是 这是要重视我们的能源问题 因为不能再缺电 因为缺电真的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轻易做 其实这个缺电问题在台湾面临的 现在一个政策上领导者 它一个决定的一个未来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锡二电厂 它本来是一个燃煤的一个发电厂 因为它这些机具已经年久了 不符合所谓的 所谓的现在的一个环保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们叫展环 天然气的一个设施 但是天然气 它有它的毒害就是甲烷 那烧煤有它煤灰的一个毒害 也是对人体的影响 所以这两项的一个 所谓的发电的一个能源源料来讲 对我们人的生命 它是身体健康来讲 是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整个发电的这个方向有风力 还有太阳能 还有核能 这三项 还有刚才我所说的火力发电 那其实在这些发电的这个 这个几项功能来讲 目前国际上慢慢都知道 所谓的风力发电厂 还有太阳能发电 它有它们一个 后续的维护的一个 没法解决的问题 那唯有核能 现在它们已经慢慢在 在过去的几个核能的正常 那个所谓的灾害的演变之下 它们所谓的设施都已经精进了 所以说它们现在欧洲国家 已经把核能全围绿能的一个方向 载走 因为势必要朝这个方向来解决 大家 国际上大家或人民上 需要用电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整个政策来讲 假如我们现在政府还不面对 还是这样子不愿意说 把这个政策做改变的话 我相信将来对我们 台湾的整个产业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因为尤其科技跟半导体 产业来讲 它们不能一停电 一停电损是好几十亿 那只能是好几十亿以外 还影响到整个国际的 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供应链 也呈成了一个所谓的 国际经济的问题 所以说在此我非常的呼吁说 希望我们的领导者 还有我们蔡总统 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去做深深的思考 不然的话我想 你光现在说电网的问题 或说负载量不够 夜间的降载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人讲 为什么现在最近的工业区 都在发生火灾 从台南高雄基隆都发生过了 他们一直在怀疑 是不是夜间降载的问题 第二天要复电的时候 产生一些他们原来的设备上的一个 机具上的资产上的一个 所谓的跳电的燃烧的问题 或爆裂的问题 所以这是种种 大家现在不敢公开讲的一些事实 都不敢讲 其实这是确实 因为你降载再负载 再配合上 现在我们各科技 他们过去的设备上 能不能撑受这个 瞬间的压力的一个变换 所产生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说我希望说 我们政府部门 能源部门 要确实的把这个问题要讲出来 不要一直掩盖 而不面对所谓确定的事实 是 真的会引发很多 大家的经济危机 我接下来要把时间给我们的 好 我想接着 陈议员刚刚所讲的 你知道电压不稳 会造成我们家里就好了 来讲的那个 我们的电器用品 常常会烧坏 那为什么 其实大家 如果你有碰到 因为是停电的关系 后来又在负电 就是电力公司送电的时候 他送错了 他那个像素弄错的时候 我们家里的这个 不管是冰箱电视就烧了 那刚刚讲到 为什么工业区里面 会有发生火灾 这就是电力供应的时候 不是稳定的 你突然是已经降压 降压以后它自然会 电会跳 跳完以后你在 在负电的时候 如果这个像素又没有弄对 那很多的地方 必然是会发生火灾 会起火 我想这些的问题 我想在我们政府来讲 他真的是要深深的去 去考虑 然后去做检讨 要做改变 那其实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 我相信 应该这个基本上的逻辑 都是要以自主性来做取得 你看你要找天然气 像这次一战争以后 全世界的天然气 大家都刷了一蛋 那台湾 我目前 我们最 离我们最近的 外木山的这个 用天然气 然后在破坏环境 然后再增加设备 然后做一些 这些除气槽 等等的这些设备 然后做好了 不好意思 天然气要涨价了 那到时候我们去哪里拿天然气 台湾是没有天然气的 一个地方 所以说 其实刚才我们同学也讲到 这些最稳定 最环保的 还是要回到核能的 核能的这个面向来 来考虑 然后发电量又足 又能够稳定 又环保 所以这次也很遗憾 我们在公投的时候 大家也是反对核四要重启 那我想 最近的跳电 都是因为 不是松鼠 就是小鸟 就是小动物来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可能 但是不会每次都这样子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政府 你自己也很清楚 之前错误的政策 我想绝对 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来面对目前的 这个这些的困境 我想我们政府 是不是赶快回头 那再把这些政策做修正 然后来 让我们这个民生 所需要的用电 是一个稳定的 让大家能够放心 是真的就是要稳定 环保 然后不影响我们的民生经济 这就是大家最大的诉求 那我们议员 他们在市议会 其实要省很多预算 其中有一笔预算 就是庆祝军港西签预算 他短短的17个字 居然要600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请蓝毅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 基隆市政府 提出了这个军港庆祝的经费 几乎在市议会 是不分党派 大家全力的 来反对跟删除 那我想军港迁移 已经在 已经正式破土动工了 那未来整个东岸 将打造为国际游的母港 那目前整个 西四 西五 西六 码头也已经清空了 未来将规划这个 基隆港的旅运复合商业大楼 那再来就是 现在的东二 东三旅客码头 也已经正式启用了 那屋顶的空中发言 未来将开放 不过 谈到我们军港迁移 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疫情造成很多的邮轮都无法营运了 立新邮轮也撤出了台湾的市场 那我在这边就蛮担心的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把这个基隆港的内港 要打造成一个邮轮港 结果邮轮产业 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那未来我们可能要提出应变计划 不然我们的这个军港将来要打造 这个东岸的国际邮轮母港 这个计划可能会生变 那以上是我针对军港迁移的部分 提出来请市政府要未雨绸缪 未来如果真的邮轮产业没落了 没有办法再恢复往日同情 那是不是我们现行的一些计划 要赶快配合基隆市政府 我们来重新来推动这个都市更新 我们要把现有的 把这个港区的土地 重新来规划利用 才能够真正带动基隆市的一个发展 是 重新规划利用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军港 其实以前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请教秦义座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即使军港是一个军事设施 也是属于国防上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军事设备 我不知道一个军港的轻移 何来要公开的公告周知 这对我们国防的安全度有够吗 所以说我觉得 金融市政府当初想办这个 什么军港牵引庆祝活动 这是宣然他自己临市长的政绩呢 还是要把我们的军事设施公租于市呢 因为大家一直担心的说 对岸两岸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互相的威胁的问题 那今天你把它公开的话 我想这有什么国防的安全的隐蔽性 那再说现在都是资讯战 资讯战的战争的一个时代 科技战的战争的一个时代 你军港的迁移 你很自然的曝露给人家知道 那你在资讯科技上设定一下 你军港和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很可笑 所以说其实你军港的迁移 有它的一个机密性跟安全性的话 这有国防部他们来去做考量 该不该去做庆祝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这笔预算 到了我们市议会的时候 我们刚才在我们来院讲 不分党派大家觉得很可疑 为什么这个军港庆祝的事情 是与国家安全军事机密 而要公开庆祝呢 所以我觉得很可笑 所以在这六百万的一个经费上 大家一直向的给它砍掉 希望说我们市政府都要审视 不是说军事的问题 是地方政府可以来左右的 而军事的设施 也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来当做 它的一个政绩的表扬 我想这以上 请我们林市长要深思考虑 而跟金融市民也讲 我们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而是为了一个事实的需求 该不该给的一个预算的经费的 一个拿捏 我们就来做考量 这是以上我们议会同仁 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 是 蓝一座呢 说到我们这个金港前移 要庆祝活动会 要花六百万 那当初送来议会 我们在审这个预算的时候 刚刚有说到不分党派 他就觉得 你也没有送计计划书来 也没有一些的 你告诉我们要 里面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怎么会 就要六百万活动费呢 再来 再来 刚刚我们秦也讲到 你的目标不是 是告诉人家屁股又先给人家看了吗 这个怎么 这个对我们来讲 特别是基隆 那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案子 那特别我们又另外去觉得 你军 你军港要这个迁移 也不是我们市政府来办 基本上 是不是你们军方要来处理 或者是你们这个中央单位 你认为说 你们这个功劳很大 你们把这个 这一个的土地都让出来了 要变成国际的母港 做一个狼带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这并不是这基隆市 能够来左右的 最起码你基隆 基隆港你要来办这个 怎么找我们市政府来付这个钱 所以我们当然 这个我们为了看紧荷包 我们也市民交托我们的这个重任 我们也不能随便 随便的去过关 所以说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个也 也我们这个同仁 针对这样不太 不太像样的东西 我们绝对是不能让他这个 这个可以安全过关的 是 就是要为民把守我们的荷包 把钱花在刀口上 所以在地方各项建设当中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我们可以看到一座 先带大家来看 我们五龙市场周围 人行斗士暗藏危机 就是这凹凸不平 高低落差极大的红砖 害人跌倒受伤 深远情侦激或反映邀请 惩罚出回刊 因为这个气块是我们市场管理客的 他们一个所谓的全责单位 那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里长也接到很多的里面的反应 说这个所谓地平不平整 因为这个树木的一个隆起 根部的隆起造成地面的一些隆起的损坏 那再加上这周遭一些 没有一些禁止停车的告示 然后有些车辆停在这个人行 这个红砖道上造成地面的一些损坏 也是有这个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请惨罚出市场管理客来看 那么认知说 因为现在破坏的情形 是因为这些树木的周遭的 巨树的根部隆起造成地面的不平整 还有测量的停放造成地面的 那个积压造成一些损坏 所以这方面请我们市场管理客 在短期之内先告示一些测量禁止不要停放 然后危险的一个区块做一些警示的作用 然后在年度之内 赶快编列经费来与整个全面的整修 产发处回复会尽快处理 在这里要提醒民众行经此地 要多留意脚下的障碍物 免得跌倒受伤 这个是大概过年那时候的那个看到的画面 那请问一桌他们处理了吗 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所谓的任何的动作 其实来讲我们基隆的行道树 以后在种植上要非常的考量 为什么 因为你浅根树 还容易把我们行道上的所谓的设施 把它融起来 所以发觉进了很多的行道树 造成地面人形到的转坏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说单单我们建设 但是你在种植所谓的绿化的情形之下 要考量它这个植物性的特性 是浅根还是生根 生根的话 你要它的面积浮地够不够 它可以往下生长 假如没有办法往下它还是往上长 所以说你看我们台北市区 他们在所谓的这个露树的一个种植上 有很大一个区块是属于 你把这个土地不用水泥覆盖的 然后上面压的所谓的铁板块 让它的根不要往上长而往下长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台北的行道树的人行道非常的平顺 所以说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也就是因为行道树的一个种植不当 所造成整个行道树种的一个 它的生长的一个根部的一个生长 所以造成一个地面的隆起 所以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不单单这个五龙市场的一个状况 而要考量整个基隆市行道树的 以后来未来的一个绿能的一个植栽的问题 所以说在树种上要做深重的选择 还有整个技术层面上要观察一下台北市 什么如何来做行道树的一个设施 我想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是 这是要入屏 不然走过去跌倒受伤 真的是很痛的 那民众关心的不止入屏的这件事 还有噪音的问题 我们快来看看 噢 你看 什么大声音 噢 很发声 好像跟乌克兰那个炮弹一样声音 我睡 我睡这个里面 声音好大 凌晨两点多 轰隆轰隆 轻空轻空 我住在那边对岸 六十八号三楼 声音很明显 巨大的声响 把民众从睡梦中惊醒 不只过港路上的民众 陈情不断 连过条河 对岸的暖暖里里民也陈情 碰碰碰碰碰碰 像他这个声音 晚上比较近 更大 乃同里长也指出里内的民众 陈情不断 这噪音真的造成许多民众的困扰 因此向市议员连恩典陈情 我们里民常常不断的反应 而且在深夜的时候更明显 常常半夜中被惊醒 有如乌克兰炸弹被惊醒 是的一样的 所以说我希望上级单位 能跟我们用心一下 议员召集相关单位 现场会刊解决问题 那我们向公路阻止反应之后 那刚刚有一个理工程师也说到 他们昨天这个桥梁检测中心的人 有来现场会刊 他们发现就是来会刊之后 觉得这个桥梁的伸收缝并没有损坏 但是现在一个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站在这下面 只要这个车子经过 都是隆隆隆声响 特别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过港里 包括今天有我们暖瞳 还有暖暖里 三个里 那这个你看在桥的对面 已经又听到这个声音 那表示这个是真的有问题 那今天当然专业的来说 这个没有疑虑 那我们必须还要再把它查清楚 我想再下来 我们还要继续跟这个公路总局 请他们再来再来会刊一次到现场来 免得我们居民真的是不堪祈祷 这个问题已经大概有两个月三个月以上了 我想公路总局也要尽快来解决我们 这些这个民生的问题 这被民众形容成像战场炮弹声的高架噪音 不知何时才能停销 联恩典议员指出会再请立委来办理会刊 解决这长期以来困扰民众的噪音问题 就是不要让民众觉得非常的困扰 我们要把时间给 我们刚刚针对这个有工程师说到 这个伸缩缝没有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的好 应该说疑惑还好笑 为什么这么长的六二有多少个伸缩缝 别的地方都没有声音 单单单这个声音 我们刚也听到了隆隆隆的声音 那那个工程师说这没问题 我想为了这样子我们还会再找 因为这个六二的桥梁是公务总局 不是我们所属基隆市管的 我们还往上面请这个立委来协助我们 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 让这个民众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像这样子民众关心的生活 还有这种争取也很多 我想这个争取基层建设 是我们每一位议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我这一届主要把这个 争取基层建设的部分放在 争取市政府相关的废弃宿舍的部分 那我已经很成功的争取到警察局 三个废弃的宿舍 包括一个在巴豆子 一个在安安桥 一个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 一二路的警察局的宿舍 那我把它动用零星工程款修好之后 就交给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发展协位 还有巡守队来使用 成效非常的好 那我也希望我的成功的案例 能够督促市政府 赶快针对基隆市所有的 废弃的闲置宿舍 来进行盘整清理 清理出来之后 可以妥善的利用 这才不会浪费国家的资源 真的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带我们来看基隆的地方发展 以及营造美好的生活空间 相信这些宝贵的意见 经过相关单位改善之后 我们的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艺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